有點遺憾 他至今他對這樣的言論 他認為是恰當 或者是他覺得沒有必要道歉 柯市長能夠認真的看一看 認真的想一想 回到理性去看待西藏的朋友 新疆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 林菲菡來參加統治遊行 講話卻講到一度哽咽 原來他和柯P最近隔空開展 林輝環 曾經也是年輕人的錶桿 你知道嗎 現在咧 你不足夠是投靠一個 一個 這個這樣 對啦 我相信他用什麼字來形容你 這個 你自己就先破功了 我投靠什麼 我加入的是一個 願意支持婚姻平權 我加入的是一個 願意聲援西藏的朋友 我加入的是一個 願意聲援香港 願意在中國打壓我們的時候 不屈不饒的民主進步黨 披著象徵西藏精神的雪山 充分 柯文哲的媽媽 趁著輔選的機會 趕快還 Micha 學家 被我們 帥帥的寫好 那你幫人按一序 拿大人 進去十年會辛苦 你再去�ель 這樣喔 學家如果有一種 清明 Olik 那要大家吃什麼 哪有救的事情 對於失言 柯文哲始終沒有正式道歉 現在連西藏人權團體 都出來抗議 畢竟政治人物嘴巴講出來的話 可不是簡單一句 用字不精準就能待過 三映新聞綜合報導